系纸对外交通一到上下班时间真的很塞 如何改善除了在中山高基隆道圆山之间开放走路间之外 去年底也完成了中山高系纸交流道到东湖交流道间 拓宽一个车道的工程 而今年则是要继续拓宽提顶交流道往内湖科学园区的渣道来疏解交通 系纸基隆每天往来台北的通勤族有好几万人 中山高基隆道圆山路段车流量大 尤其在系纸路段经常永色难行 其中因为上下班时间车多 甚至回路到系纸市区对交通影响很大 所以在立委李庆华的争取下 高工局也针对了中山高基隆道台北段进行改善 首先我们把基隆道圆山交流道 在上下班的时间开放路间让疏解交通 现在我们又把系纸交流道到东湖交流道 请交通部花了将近一亿新台币的经费 南下的方向增加一个车道来疏解交通 也就是系纸交流道到东湖交流道 南下共有三个车道可以疏解交通 去年完成基隆道圆山 南北双向路间在上下班时间开放行驶 另外赶在年底也完成了南下系纸交流道到东湖交流道间 拓宽一个车道至于今年还有第三个改善方案在执行 未来我们还要把中山高系纸高架在提顶交流道的地方 往内湖科学园区的方向的出口闸道 也要增加一个车道 预计在四月份完工 希望这三项工程能够疏解整个中山高系纸到台北的交通 系五高架南向提顶交流道往内湖科学园区 扎道拓宽工程正在进行中预计四月完工 九成惠林细致采访报道